未免冠军广东队在CBA第二阶段开始后遭遇两连败 杜丰和他麾下的这只冠军之师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赛季很长 现在就断言广东队夺冠吴旺为时尚早 但他们在比赛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弱点却真实存在 首战86比98不敌浙江广煞 后者还在第一节就失去主力空卫孙明辉 尽管赵锐在受伤离场后又重新回到场上 但广东还是没能赢下第二阶段的开门红 大家都知道广东队不怕在常规赛输球 刚拿完总冠军戒指就输球的事情也发生过 杜丰依然稳坐钓鱼台 但这一次明显不同 篮球比赛毕竟是人在比赛 队员能力水平是一支球队能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前提 易建连在跟健伤势痊愈后重返球场 值得敬佩 但他还有多少游 能对比赛产生多大影响力 还能为广东打几年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目前广东队场上最弱的一环就是内线 易建连的年龄已经不允许他像年轻时那样打球 移动速度慢 防守落位慢 在面对胡金秋这样正在当打之年的球员时 易建连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统治力 这些大家都能看到 更糟糕的情况是苏伟比易建连还慢 大家能看出苏伟很努力 但岁月不饶人 阿日虽然比之前硬了一点 但广东队肯定不会将内线攻防重任放在他身上 极限二选一 杜丰可能更信任徐杰 从全队人员来看 广东队在威姆斯回归后阵容完整度更高 且他们还有一个外援名额 以往内线有阿联顶着 广东可以选两个小外援 但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他们必须先确保内线能靠得住 签下大外援的可能性直线上升 广东队有好几个优秀的外线队员 赵锐 胡明轩 徐杰三人都不错 杜润旺 王兴凯等人都打过总决赛 可以信赖 唯独内线不稳 且已经成为对手的重点攻击对象 必须要说明的是 一旦广东队内线进攻威胁下降 对手就会放弃包夹内线 转而扩大防守范围 届时广东队外线的三分球命中率就会受影响 这是必然的 第二场输给山西队的比赛 其实也没什么 赵锐没有出战 不论杜丰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都远不是广东队的全部实力 易建联 苏伟 周鹏 二飞 阿日 这五个人能顶住广东内线大梁吗 这是杜丰最担心的事 也是他必须要解决的事情 尽管易建联现在还没有退役 但朱芳宇和杜丰都必须提前考虑广东队 在后易建联时代该何去何从 那个能接替易建联为广东队阵守篮下 冲锋陷阵的人又在何方呢 实际上周琪有这个能力 但周琪可能更想去辽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